大盘今天又出现了幺蛾子 看下午探底回升 然后冲高回落 就全天这几波回落 给大家搞得心很碎 因为现在很多股民 今天是赚了指数不赚钱 市场为什么说这么多幺蛾子呢 我们先看这个880472 你看这不算幺蛾子吗 无独有偶啊 再来看这个880482 你看就这样的走法 这不是说过山车吗 这些东西都很吓人的 再看这个880471 你来看这样这种脉冲式的上涨 证明什么 你说有资金进场有没有 有 但你要说他要想上涨 为什么早晨不直接就上涨 所以大盘在这个位置 起了一个幺蛾子 同时还有这样的市场 你看 这是大盘股和小盘股 上午的时候 大盘股高高在上 临近中午的时候 突然间啊 小盘股开始下跌了 然后小盘股和大盘股 一度还形成了一个剪刀叉 就在盘中的时候 我们在直播说过 这个位置 大盘股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吹响了一个上工的集结号 然后呢小盘股开始绝地反击 小盘股开始一路向上涨 你看现在小盘股比大盘股涨得好 是不是大家应该心里很高兴啊 但是另一点 你来看这个 什么东西 科创板 科创板却跌了这么多 那位说科创板这跌的也不多呀 这只是说科创板的全中指标股在跌 而小盘股还在涨呢 这不就是分化吗 科创板内部之间出了这么大的分化 我们是不是值得大家小心呢 对 另外大家再来看这里 北上资金今天是净流出二十一个亿 下午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个绝地反击 因为中午最多流出是三十三个亿净的 那么再看这里 大盘全中指标股现在有一部分开始挥流 什么东西 你比方说这个家伙 880 310 石油 你看今天石油出现了这样的过山车 石油突然冲高回落 这种走法是不是似曾相识 这不就跟那个券商走得很像吗 880 472 你看 是不是券商就这样 那么只是时间点位不对 券商这个位置是11点突然间发飙 然后下午突然发飙 那你看石油 880 310 石油是没有到11点之前就发飙了 而且下午的时候发一杆飙之后 是一点半之后又发飙 尾盘又发飙 那我说了这么多 啥意思 再看一看一眼 880 472 券商它只是在打酱油 那么它是拉帮套 而石油是真正的上涨 那么说明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大盘权重指标股 轮流推升 把指数推升了的 再来看这个 这是科创板 那科创板大权重 大指标 可是跌跌不休 小盘股可在上涨 一旦如果科创板要是明天 要是出现回撤的话 那会什么呀 那你看看 科创板 人家大盘在这呢 都已经创新高了 上涨指数 可是科创板 今天全天 仍然是下跌的 而且跌的还不少呢 看到了吗 上涨指数 出现多少连扬 并且今天 创了3150点新高 可是科创板可是没有 是不是 科创板回来了 那么在这呢 就证明大盘线的分化 起腰额子 我们现在散户呢 手里的东西很受伤 就是赚了指数没赚钱 你看 创业板是什么呀 创业板这不今天 也在跌着吗 只不过创业板 小盘股 看有一部分还在上涨 那么创业板的大部分 咱指的是全中指标股 可是弱于小盘股 那么既然是科创板也好 还是创业板也好 就是这双创 你看到了吧 这不都是小盘股 高高在上吗 那么我们就看一眼 小盘股的表现 怎么看呢 看这里 今天上涨的加速 是2900多加 下跌的是1900多加 那上涨超过5%的 只有230加 那么只有这么一丢丢 就证明没有赚钱效应 那小盘股在这儿 美个啥 小盘股假如是上涨 比方说就这样高高在上 能把指数往上拉的话 应该小盘股涨的很多 我指的是超过5%的 那得有一大票 而今天超过5%的 两市加到一块 一共才有230多加 这个不就没有赚钱效应吗 那么我们再看 两市超过3%的 以后多少加 那么才不到550加 这回我们就看明白了 大盘在这儿呢 看起来是起摇额子 今天你别看指数上 是上来了 这个位置 古邦可说啊 这个位置 大概率是一个失真 那为什么要起摇额子 还要失真呢 实际说的到家的话 是不是还是说 我们那边出现了什么什么 那位出现了啥呀 我们得看 今天晚间三点半之后 到明天早间六点半之间 就这一大段 到底发生什么消息 因为以往啊 我们经验告诉我们 往往出现大消息的时候 大盘就是这样 因为鲜鱼大盘最做出反应的 就是这些个像牛市的起手啊 这不券商吗 这不就提前做出反应吗 再有这个880310 你看就像这种东西 就突然间的起了反应 这些东西没有消息 你信吗 我是不信 所以在这儿呢 我们今天要看消息 到底能什么样 那么想收看消息的 可以加上古邦的关注 我明天早上给大家发早报报 你第一时间就能分享到了 那我们再说说 大盘现在这儿 成交量出现了一个小萎缩 虽然不多 那么我们看看 昨天成交量是11000亿 今天呢是9600亿 大概是少了这么多 那少了1000 其实是1500亿吧 那么少了这么多 大盘现在呢 指数还上涨了 一谈到指数呢 我心里更有点咯噔 大家怎么说咯噔呢 你看 今天的最高点是多少点 3151.22 这不又是一个双胞胎数字吗 那么上一轮双胞胎数字 是在哪出现呢 这不就在这儿吗 大家瞧 就在这里 你看大盘这一天 在去年11月21号 大盘出现了3089.77 就是这个双胞胎数字 3089.77 把大盘一路向下压 那今天大盘高点 3151.22 又出现一个双胞胎数字 如果这个位置 大盘明天不能快速上涨 直接把这个数字给秒掉 如果明天低开低走向下打 那是不是就不好办了 为什么不好办呢 如果这个位置低开低走向下打 貌似好像要回补这个跳空缺口 实际呢 就是被这个双胞胎数字压下来的 那位说这个双胞胎数字这么牛吗 对 我们现在不一一列举了 有好多个东西都出现这样的腰额子 所以呢 大盘才给这块 就是一直被这些东西呢 我们给它缠绕着 那么那位说 双胞胎数字都在哪出现过呀 好多地方都有 我在这就不一一列举 但是你就知道这个事 那么大盘现在是 各大指数之间出现了分化 这个是科创板 你看上证指数涨那么多 科创板出现了回落 另外不单单是科创板 就是创业板也没有创新高 人家上证指数呢 这不已经拔高了吗 包括上证五零 这不都算拔高了吗 那么说的重点 就是现在指数之间不协调 所以大盘想形成同向共振呢 就没具备条件 就不知道包括今天 上证指数涨那么多 科创板不也跌得一塌糊涂吗 而且科创板跌的呢 都是大家伙 你看这里面 这里面我们就不一列出 像凝王呢 原本都应该上涨 但是为什么他不涨啊 那说的道理要是清晰一点 就是大盘在这呢 可能要出现一个回调的 就这么整理 那我们该怎么办 那明天大盘在这个位置呢 会受消息的影响 首先今天三点半之后 到明天早晨六点半之间啊 会出现很多消息 我用早播报跟大家来梳理 另外呢 就是今天外盘走势 尤其是欧美这方面 那么我们中概股 这些东西都能影响到 明天大盘的开盘 所以明天早播报 我把它都分享给大家 那么我们最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上证指数这个位置 看注3151.22能不能成立 什么叫成立 如果明天不涨跌下来了 那不就是高点成立吗 高点成立会是什么呀 这个位置本身上证指数 就出现了一个顶部叫顿化 一旦出现杀跌的话 那么这个位置就会出现 MACD的死差 那就构成了顶背离结构 那大盘要进行一波调整 而上证指数 现在从下方 2月5号 2635点 一直涨到了3151 大盘洋洋洒洒 涨了是510多个点 涨了这么多 那这个位置一旦要是回调的话 就回调的一二百点都是它 所以我们密切关注 这个双胞胎数字 明天尤其是早间 能不能直接给它突破 突破了 那么还好吧 但是突破之后呢 又面临着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位置 三天如果不回补缺口 那就缺口有效 就证明缺口对上方共同支撑 那会怎么样 那大盘如果再往上一涨 又面临着三千二百点的压力位了 所以这两天 我们要密切注意 明天是周三 后天是周四 能不能再出现黑洲色魔咒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明天大家啊 就是上班的时候 也得看一看自己的账户 看一看大盘 多看一看 这样来讲呢 我们提前做好应对 那才是王道 好 我是古邦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明天上次发早播报 你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了 朋友们 明天早播报 见